有一个问题,什么东西是带种子的呢? 嗯,一游老师想到的物体有西瓜、火龙果、南瓜、花生、瓜子等等。 哎,如果它们是有生命的话,这些种子会带着它们的身体做什么事情呢? 一游老师这一次呀,想要创作关于花生的海上冒险故事。 对,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素描纸、水彩笔、勾线笔、浇水、油画棒、剪刀。 拿出一张素描纸,先画出花生壳。 花生壳可是一艘船呢。 一游老师给这艘船设计了一个船座,用来掌握船的前进方向。 再画一个船帆,这样它们就能顺着风掌握船行驶的速度了。 船里有两个小凳子。 船外是花生壳的荒纹。 这艘船呀,是花生门的。 那我们在船的旗席上设计一个花生的标志。 也可以用桥纹或者图形作为装饰。 这样床帆就更加丰富了。 接下来我们可以装饰颜色了。 小床的内部,游老师特地换了用油画棒作为填图。 这样就能把外面还有里面颜色分开了。 把小床剪下来。 然后在剩下的白纸上面画上花生种子。 先观察一下花生种子的形状。 上面有点尖尖的,下面是椭圆形的。 我要画它伸着手,因为它可是要长多的。 还有一个小花生种子。 它的任务就是拿着望远镜,随时注意观察周围的场景。 都画好了以后,剪下来。 站到花生船上。 那么我们的小花生把船开到了什么地方了呢? 它们来到了一片无边无境未蓝色的大海。 大海的海浪有时候像生气了一样,波涛汹涌的,滚起大大的浪花。 为了能够表达出海浪的凶猛,有的线条可以粗一些。 用油画棒涂颜色的时候,有些可以轻一些,有些可以重一些。 现在太阳快要下山了,所以天空中有的是黄的颜色,有的是紫的颜色,还有的是森紫色,橙色的呢。 把床放到画面上。 优老师的花生种子海上大冒险作品就做好了。 哇,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趣呢? 画完了这幅花生种子以后,优老师又想到了西瓜的种子。 西瓜种子它会干什么呢? 它们可以在游泳哦。 瞧,这里还有一幅西瓜种子的游泳作品。 它们在夏天的时候呀,看到那些人游泳实在是太好奇了。 因此,它们把自己的西瓜壳做成了游泳池,把西瓜汁做成了游泳的水。 哇,好有创意呀。 游泳池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想法,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哦。 小朋友们赶快尝试一下吧。